HELLO 幸福空間 我是李治正 歡迎來到我的家 Hi 大家好 我是幸福特派員百合 今天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幸福 居然可以來到治正的家做開箱 治正哥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李治正 歡迎來到我的家 之前你有演一部戲叫未來媽媽 對 家裡面非常帥 而且演得很好 沒有啦 劇本好 那你知道你因為這樣子產生一堆李太太們嗎 真的假的 像我就是其中一個 走啊去房間 是不是除了藝人之外 你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對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就讀建築系 所以除了演戲跟模特兒之外 我自己有經營自己的設計公司 所以說這個漂亮的家都是你設計的囉 完全是我一手包辦 所以你們會看到有一些比較粗糙的地方 就不要介意 但是我覺得 設計就是要生活嘛 就是生活所向所需 才叫做好設計 那相信現在李太太們一定都很期待對不對 身為特派人的我還是有任務 就是呢 我要來跟你玩小遊戲 會有三個任務 那如果你其中一個任務沒過的話 你就要處罰 就是要拍三張醜照 OK 沒問題 我是要真的很醜那一種喔 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帥哥 那待會你就不要因為自己太帥 然後就醜不了 應該不會這樣吧 好那我們呢就要先開箱囉 好 沒問題 那我們開箱 GO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我的玄關空間 我特別喜歡這個空間 因為我覺得可以從外面成效的空間 然後在這邊轉化一下心境 然後來到了溫馨的客廳跟餐廳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我其實重複了很多木頭的元素 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比較溫馨一點 你們可以看到我整個空間 其實它沒有七頂燈 所以我所有的燈呢 其實都在我的身高眼睛的下面 就不會有這麼刺激或者是不舒服 然後好像在外面的感覺 你喜歡巴士光年的 我超喜歡巴士光年的 我最喜歡的迪士尼動畫 很多粉絲也問我說在哪裡買 其實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而且大小我也很喜歡 像你看到的這個 其實我這些都比較像是季節性的東西 然後我也是挑比較手工感 讓整個空間比較溫潤一點 然後它其實也重複了廚房的門簾的元素 但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軟裝 隨著你的季節啊 想要的感覺去調整 像這個東西是我房東唯一留下來的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它可能老老舊舊的 但是我特別喜歡這種有溫度的感覺 像我搬進來的時候 它的地板其實是原木的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種感覺 它讓我想起我在紐約的家 我有一個用物哲學就是 你如果喜歡的東西你買了 你就會一直用下去 除非它壞掉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東西每一件 item 每一件物件 其實你們看到的我都用很久很久 它是一個本來已經快四十幾年的老屋了 所以它之前呈現的是比較一些傳統台灣式的老屋樣 但是我喜歡的是比較像國外生活感 所以我在這幾個區塊中間 用了一些方式 像是顏色 廚房跟衛浴空間我都是用白色 然後客廳跟餐廳是用比較中性的漆 像灰色這樣讓大家比較有cozy的感覺 然後至於臥房 兩間臥房 我就是讓它比較沉浸 比較暗一點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好眠的 會不會等一下垃圾 哈哈哈哈 好 開始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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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我的廚房 這個空間陪我在第三級警戒很多的時間 我就常常買了很多食材 像我們烤香蕉麵包啊 或者是 反正一個人在家也不知道幹嘛 所以就常花很多時間在這邊 原本的廚房其實在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通往後陽台的門 但是我就先把這個門封起來 然後延伸這個countertop的空間 到成一個L型的 然後讓我的家電啊 像微波烤箱七炸鍋 什麼等等之類的 然後在使用上會變得 五臟俱全 麻脆衰小 欸 是不是倒反了 但沒關係 麻脆衰小五臟俱全 買多酒類的 因為很喜歡在家 厭客 然後 常常朋友都會來喝一杯 所以平常你是以酒為主食就對了 哈哈哈哈 對 我的協議都是酒 非常簡單 大概十分鐘以內就可以上桌 我不用熬很久 那其他的東西 就交給我 哈哈 好喝欸 吃都好了 而且雞湯真的都很入味 然後還有薄皮辣椒的味道 好吧 好像只能算你第二關也過關 耶 好的 你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我的小小的工作區 slash客房 像我的家人偶爾會來找我 然後他們就會在這裡過夜就會睡這邊 你們看到的很多東西都是保存滿久的 這些相框啊 以及我一些家人的照片 還有這個桌子 這個椅子 其實都用滿久的 我覺得現在的東西很多都是mess producing 就是很大量量產的 然後變得好像沒有個性沒有溫度 所以我很喜歡這些 那些比較早期留下來的 我會覺得它有一種文化 有一種歷史 有一種故事的感覺 接下來就帶你們看我的主臥 Where the magic happens 請 主臥房 我就是想讓它簡單 沒有太多的 最事 很多東西我都是選用比較收納的把它藏起來的 主要就是休息的 睡覺的地方 然後請具啊 用的那些軟件布料 都是比較中性的顏色 有一個黑白灰這樣 既然收納做的那麼足 那你抽屜裡面是不是也是很整齊呢 我覺得等一下 就跟REGAL不一樣 你們要開我的抽屜嗎 我是滿愛乾淨的 可是好像沒有亂到哪裡去 對 我會把它規劃好 就是可能這個是 浴巾 然後換的床單啊 床罩啊什麼的 然後對 還好沒有太亂 應該還好吧 讓大家看一下 我的秘密 對 這個就是我 平常工作 可能自己要畫一些簡單的 裝書 裝什麼的我就在這裡完成 衣櫥其實有很多用法 像我這邊都是一些保養品 比較雜亂的東西 我都會讓它在收納的裡面 然後鞋子 然後一些西裝的東西 所以 一關起來 就是兼具實用性 然後也變得很乾淨 第一題 最喜歡家裡哪個空間 最喜歡床上 最近有異性睡過這張床嗎 唉唷不可以告訴你 有 演床戲的時候發生過最尷尬的事情 最尷尬的事情 演床戲啊 最尷尬的 舌頭不小心伸出來 波蘇瑤 劉品妍 張孕 錫維倫 選一個當女友 哇 我覺得 哇這題好難喔 這個 呃 呃 錫維倫 演出過最滿意的一部作品 演出 未來媽媽 分享一個最丟臉的求是 我 雖然沒有把自己當帥哥 可是在外面買東西的時候 老闆娘說帥哥我會第一個回頭 哈哈 哈哈 愛乾淨 那自己覺得最你的地方 會設計 分享三個來在家會做的事 來在家煮飯 運動 洗衣服 如果不當演員你會做什麼 一定當設計師 預備 我沒有在客氣的 拉 有口水 有口水 最後一個 好預備 氣 這我不怕 今天謝謝百合 不會 那今天呢 志正真的對粉絲們很好喔 他送了三張帥照 還有三張醜照 對要給各位李太太們 那要如何得到呢 就記得按讚訂閱 將分享 並且在下面留言處 越來越幸福 就可以得到這些照片 沒錯 那志正你今天還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粉絲說 我今天很開心 謝謝你們來 然後並且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介紹我的家裡 然後我想要以後 越來越有機會 跟大家在幸福空間多多見面 那我們就期待看到 越來越多的志正囉 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 開箱志正家 成功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要去喝雞湯了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